简安湘第一次开办志工培训课程 吸引了50位热心乡亲前来授训 经过12个小时讲习课程 23号由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发解阅证书 而这些志工未来会在各个单位还有社区当中 为民众来提供各项服务 简安湘目前编制内只有13位志工 为了广纳更多热心民众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简安湘公所首度开办志工培训课程 吸引了50位民众热情参与 年龄从10岁到80岁都有 简安游淑珍感谢乡亲热心公益 愿意贡献自己专才 也经过完整的培训课程 充实志愿服务能量 未来可以在第一线造福更多乡亲 推行社会福利当刚一个称职的志工 我们先来做专业的培训 让我们在所有的社会福利条件 社会福利规范里面 让志工来熟悉来认识 谢谢我们的志工开启了四个星期六日的一个 研习课程 今天终于结业了 我们相信他们过去在社会里面 就是承担的一份子 未来也要当刚最重要的志工培训任务 所以我们社会福利的到位专专业的课程 势必要带给我们志工们一些非常熟悉 而且熟年的这样的福利政策推展的工作 我们相信社会志工的服务 他们拥有了专业 未来的服务会更到位 未来的乡亲会感受到更多 满满的这样的一个协助力量 再一次谢谢他们为我们开启 吉安志工服务的这一个世信 幸福的一条宽广的大路 带给我们的乡亲 12个小时的课程 要完成志工人员基础训练 还有特殊训练 大家认真听讲 请做笔记 23号下午 相当游淑珍亲自颁发解业证书 给每一位受训的志工伙伴 未来他们也将分派到 吉安乡各个公务单位 还有社区机构 来提供更专业 更贴心的社会服务工作 快乐做志工 幸福满吉安 这里会居然相报导